VAP连续实现大涨 我应该只赢离场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今日盘前解析 那今天是2月16号星期二 周一澳股大盘继续为突破6900而做积极准备 那支付板块火力全开 2DVAP是再次走出凶猛行情 那所谓音乐不停五步不止 既然2D上涨动能强势 那对于已经拥有2D的朋友们来说 不妨考虑继续持有 那稀土LYC涨势不俗 对于LYC而言 其上方阻力位于5块6到5块7的区域 那本土电商KGN上涨过后 股价形质关键价位 那如果要阴霾尽扫 其需要占上19块钱的价格 那而在下跌的身影当中 AGL是再次不幸榜上有名 但近期龙蓝不断有朋友前面询问 AGL与ORG这两只股票 而等我翻看过往记录的时候 从去年9月开始 对于这两只股票 我前后有过三次观点鲜明的表态 那截止目前为止 不论是对于AGL而言 还是对于ORG来说 我并未找到说服自己 进行买入抄底的冲突理由 那自家一股与美国股市 因假期而修饰 货币市场与贵金属价格波动不大 美元指数坐落90.3 而澳元在大宗商品助力之下 再次尝试占上重要价格的分水领0.78 那通货膨胀抬头 黄金白银看涨的观点维持不变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欢迎喜欢跟认可我们的朋友 点赞与转发 我是GoMark Steyler 我们下期节目见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